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收看 嗓好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姐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23年DPC西欧联赛的第一赛季 那TE对战GG双方BO3的第二场 这场比赛的开局说的跟神经病一样 主要是因为之前有一个观众问我说 大叔你开局每次说的这个第一句话是录制的 就是每次现说的还是直接录制了一个语音放的 这个每次都是现说的 我证明一下,证明一下 那好,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那GG对战TE双方BO3第二场 第一场比赛呢,GG是靠着一个绝对优势的阵容 轻松的在中期装备成型以后拿下了比赛 那这场比赛的话,Skater拿出来的是一个美毒杀 然后再加上9的紫猫 Zagsa的电源决手,4号位电源决手 3号位33的兽王和一个拉比克 GG在最后一手给ACE拿出了一个3号位的潮汐 最近比较少见的辅助位海民 有,但是不多见的4号位海民 然后呢5号位的一个小精灵 再加上大哥位的小狗和中单的拉西克 中单的拉西克加小狗打美杜莎 可观是说这把看不出来哪边阵容更厉害 这个阵容它明显是GG的阵容更厉害 因为这场比赛TS是一个无解的存在 TS在有BKB以后它是一个无解的存在 雪晶石BKB开始大招往前一冲 对面一点半步都没有 因为TE这个阵容对BKB单位的输出能力 无限趋近于零 而且TS想冲美杜莎的脸 这场比赛非常的容易 有小精灵 他很容易冲美杜莎的脸 然后再加上这边还有一个潮汐 而TE的阵容里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 对方拿的杜莫那样的英雄 也没有萨尔 也没有引刺这一类的英雄 所以他是完全限制不住这个潮汐的 团战的时候就是任何一个英雄在前面 只要不是TS不是精灵 任何一个英雄在前面被对方第一波技能给上来 潮汐就可以找这个放大精灵TS直接飞后排 这个正面团战 很容易 非常非常容易 而且这场比赛因为是小狗打美杜莎 所以小狗可以无脑出天堂 就是他第一件装备出完了B章以后 直接就做天堂 脑子都不用动 团战的时候小狗就开始狂暴冲到美杜莎的脸上 给上他一个天堂 你大招实话我都无所谓 你五秒射不出来剑 你这英雄有啥用 没用 对吧 我实话才几秒 你五秒钟射不出来 所以就完全不怕对面 这个属于是 然后GG这边其他的人 对于美杜莎还有一些克制的方法什么呢 TS这边如果他愿意的话 自己出个A或者白嫖一个运气好的话 白嫖一个三代肉杉的A账 那他直接开个虚无主义贴上去 然后T1这边人更傻眼 虚无主义一开 你这边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只能看着自己的人 被对面的这个TS炸来炸去 炸来炸去 炸来炸来炸去 兽王的大招 加上老奶奶的大招 在对方没有BKB之前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技能COMBO 包括搭配这个拉比克的举和 紫猫的残阴的拉 但是只要对方有了BKB 只要对方的潮汐在附近 你这个就一点威胁都没有 所以TE的这套阵容 他拿出来以后 基本上就是等着神装美杜莎 救世 或者是我前期打的特别顺 出奇的顺 然后美杜莎快速的做出来装备以后 带着自己的队友在强势期的时候 把对方推平 越往后拖越没有前途 美杜莎这个英雄 他打小狗 打到后期 他完全打不了 而且这样比赛 对方可以不止出一把天堂 海明可以出天堂 他可以滚上去搅心你 陶希可以出天堂 他可以大完了以后搅心你 小狗可以出天堂 他可以狂暴着搅心你 然后呢 整个TE这个阵容 除了美杜莎以外 没有第二个输入点 死猫没有输出成长性 他就是一个不停的来回 呱来呱去 呱来呱去的一个英雄 大家说别奶了 你的毒奶我是认可的 上一场比赛 我跟大家说的 这个阵容选出来以后的 这个结果 全都应验了吧 这里TS一个斯雷达地打上去 死猫给上一个攻击脉冲 吸一个盾 顶了对方两个平A 还行 算是把自己的这个血量 保持了还可以 兵线是被囤了一波 所以现在这里被拉了一下 不过TS的血线之前一直保持的不错 这里斯雷达地骗你一下走位 还是一个反驳 可以 再一个补刀吗 没有 共鸿脉冲打出来 小心一下 这波这个紫猫的兵线很多 TS迟迟没有升到二级 所以那这个TS二级 一直没有升上来 还是有点难受的 其实那你现在要稍微留意一下 TS这边选择生的还是电啊 他没升这个恶魔吃令 没升恶魔吃令的话 比较稳妥的一个加上方式 如果拼一点的话 就像这场比赛的紫猫技能已经漏了 是共鸣脉冲加上残阴 那这种情况没有异化 那只要周围没有足够多的兵线的话 恶魔吃令一开追着这个紫猫 烫的话 紫猫打不过他 他只能就是在对方追他的时候 利用残阴把对方拉进塔 才有可能占到一点点的便宜 这些的海民现在下路血线有点低啊 因为他出门买的是鞋 没有买毒球 所以打对方的这种拉比克 这种远程英雄的时候 还是有点吃亏 小狗连着这个小精灵 两个人在上路现在这个日子过的呢 一般般啊 没有对方兽王过的好 这个没有兽王过的好 主要不是因为兽王厉害 是因为老奶奶太厉害了 这个英雄前期的爆发太高了 而且老奶奶出门买了一个减甲球 这个就是我上 是上一场比赛 上上场比赛跟大家说的 如果你点对方的机会很多 尤其你又是一个远程英雄的话 你买一个减甲球 特别赚 看看这个残阴 拉住 TS这里给上一个司令大帝 重 再给一个平A 两个平A还可以 这波的消耗不亏 因为刚才这波消耗TS占便宜 占哪呢 他一直占在高塔保护光帆里边 而对方的紫猫是不在的 所以他刚才占了一点点这个便宜 这种细节的差距 不会在一次接触当中体现多大的差别 但是积累起来就多了 对吧 一波我占你30点血40点血的便宜 积累三波我就占你100点血的便宜 拜拜 海民这个位置的话呢 其实位置是不错的 如果周围有队友拉比克肯定是不敢这么走 他这么走很容易被一个冰墙就卡住哪都去的 你若还能留 给上 潮汐这一毛鸡补刀 充线拉出来以后 ACE的这个战性基本功啊 还是相当的扎实 毕竟早年间一直是打一号为出身 而在打一号位也是一个大腿级别的一号 TS在中路现在对于紫猫的一个压制 应该说做的还是不错的 紫猫这个英雄在近期绝大多数队伍里面的中单选手来说 我几乎只在天梯找素材的时候见过9打紫猫 打的还行 其他人的这个紫猫确实都不太管用 不太管用 也答应这个英雄确实是有点弱 那说啥时候做一个老奶奶教学 老奶奶这个英雄的教学 行 我等这个DPC结束了以后 我把我手头的素材都做的差不多了以后 然后版本一更新老奶奶一削弱 啪我就不用做了 我可真是个大聪明 这里给上一个电 然后呢 紫猫一个异画赶紧跑 大家说怎么看莫言的紫猫 我最近没有看国区的比赛 所以不知道 这个确实是不知道 小狗现在在上路补刀呢 只有18-1 老奶奶一块给上一枪 但是啊 咱们要说个但是 就是你对于小狗的这种压制 就是这样杀不掉他 这个小狗怎么着都能刷起来 这个英雄 刷一会就刷起来了 而且这场比赛小狗的输出任务并不重 他只要 毕章加一个天堂 这个团战他就有用 开着狂暴上去 啪给你一个脚械 我啪就跑了 我啪跑不了 我啪就钻自己队友身了 然后看着你在那待着 杀战着 是输出的任务 这场比赛 小狗真的任务不重 有TS加小精灵这种组合 小狗其实无所谓 紫猫想过来抢个神符 结果发现好像不行 赶紧一张TP亮起来 他不敢在这个地方浪太久的 因为他在这个位置过来以后 神符的刷新时间还有好几秒 你非得说我就要跟这个小英雄在这较劲 我就要等这个神符 你不知道待会从树林里边钻出来几个大汉 这紫猫的这张TP虽然看起来很怂 但是也一个比较智慧的选择 Geader的米鲁莎目前在下路的发育情况 也只能说是比较一般 甚至不如对方这个补刀很惨的小狗 小狗虽然补刀很惨 但是他不需要买任何的补给 所有的钱都可以留下来 这次经济的有效性很高 这块是一个6级的TS 哎呦这个讨厌的兵线啊 小精灵跟海绵 两个人过来以后 TS这边跟上带走 6级打5级卡了一波 BG的这个卡等级 这个TS确实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TS的反补数 TS有13个反补 而紫猫只有两个 所以他一定可以领先对方等级 而且正补数我也绝对比你多 所以也就意味着 你有很多的时间是没有得到经验的 这样的话等紫猫复活以后 TS已经是升到了高达7级 有大招以后 小精灵这场比赛的装备呢 他是准备 应该还是先做魂戒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还是要做一个魂戒 因为他带一个魂戒 带着TS可以抓得很舒服 小精灵连过来 小狗开始追着挠 海绵那个地方冰墙 给33并没有提前的转头 那这样的话老奶奶为一个饼 带着海民变雪球 带着小狗上来 对方拉比克取 加一个座 紫猫过来 一个残烟拉住 这个反打非常完美 这个拉比克加紫猫两个人 上路一塔 这一波的支援真的太漂亮了 海民还是杀心太重了 他想着这波一定能打得过你 所以带着小狗滚上去了 开件尽烟拉住 这里被对方的双大哥 粘上了 确实是跑不了 维烟拿到了一个隐身符 队友再帮他灌一下瓶子 这样的话 还是小精灵过来给灌瓶子 什么待遇啊 这是我的天哪 小精灵里边似乎不打算出魂戒了 直接去出梅肯 直接去出梅肯小精灵的这个蓝量 这样的话 其实他带着TS刷的不会特别的快 会奏限于蓝量一点点 看看这里海民变血球拖时间 Nice TS准备救吗 并不打算救 那海民自己扔冰墙 我的天 我有手有脚 靠自己了呀 这波 什么队友支援不需要 有手有脚靠自己 一个人秀掉三个人 这个是日常操作 狗狗应该拿到支配了 下一个装备大支配 狗狗这里呢 开狂霸 然后往回跑 狗狗往上跟 有大招 但是好像是够不着啊 这个地方 TS的经济已经是一个起飞的状态了 一波野怪掉了俩装备 追击长毛夹 扫帚柄 拉希克全给扔回家里了 什么玩意儿 哪有我身上的心灵饰品箱 主要是精灵加着TS的情况 TS真的是可以完全不考虑任何蓝量的问题 然后肆无忌惮的再刷钱 这块是有一个眼的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眼的 能不能看到这个中力 看见了 看到了 这一大堆中力都被看到了 看到的话 美毒杀现在是清不掉这波远古的 或者说他清这波远古 可能会清半个小时 这边海绵 直接带头滚上 TS的撕裂大地 并没有接上 对方是控制销售 好 看一下这波反打 想强杀对方的TS 但是爆发好像有点不太够 清尽所能 带走可以 但是自己这边也交掉了一个电影角色 小精灵这波已经不是尽力了 因为毕竟现在身上是没有项链 也没有梅肯 之类的装备 所以 救不下来了 也确实救不下来了 TS自己身上目前也没有这种 足够多的反术系列装 这波如果要有个雪晶石 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波33过来开始给飞斧 我去清这波远古 这个远古应该要让美毒杀的吧 33自己吃了吗 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 就是高分大佬能给我解释一下 就是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个 兽王吃 囤掉的远古的这个矿了 有没有大佬能解释一下 这场比赛我觉得 我自己能说服我自己的说法是 他怕这波野怪被里面抢了 所以现在美毒杀清不了 他自己去清 除此之外的话 我好像就是 对于兽王去清这个远古的一个必要性来说 我自己想不到第二个说法 老俩那边坐 还是让对方小狗开出一个狂暴 这边再刮一下 小狗这边好像躺不掉了 软身开始输出 再加一个残烟 小精灵带着TS飞过来 飞来飞完了 早一点点的话 这波就能把他救下来了 TS这边的落魔吃令 加上大招 是收掉了对方下落的一塔 海民这里抓到了 Saxa的一个电阉角手 电阉角手回头给上一枪 TS一个电 直接完成双杀 再拿一个塔 经济继续保持起飞的状态 后王不是一直这么担吗 不是啊 因为你有美毒杀的局屯远古 我这个东西肯定是给美毒杀呀 有美毒杀的 你要说你大哥位是个小狗 是个什么纯单体输出的大哥 你确实他确实打不动这东西 哦海民这个地方过来 一个大拳头 轮飞了对方的小鸡 然后躲掉了对手 一个残烟 TS过来以后被对方偷到的海上山圈轮飞了 这个TS这个位置 我就作为有点忙说实话 感觉能离得太远了这波 不是我这个就是说 有个人说这个时候他是最强的时期 他多吃点带队友打没问题 可他是个兽王呀 他是个兽王呀 他吃了这波野怪唯一的作用是 你这杀一个潮汐 潮汐直接放大了 然后放一个毛机 TS过来 秒掉对方的拉比克 然后直接反打了 那边给上一口 然后再接着追 那也用大招刮回到高台上 嗯 我上一次见到这种经济分配是 这是哪个队伍来着 我想一想 是Nigma Nigma三号位MC的先知 三号位的兽王 然后加上中单苏妙的先知 把ATF的野怪给抢了 而且是在ATF马上就能做出来 抗战斧的时候 熊战士给抢了 哦 这块没做下来 S还是被对方的老奶 突大直接给送走了 移速比较慢的英雄 又没有任何的位移技能的情况下 被对方这么打 确实无解 三下米露莎 没开打 那没有 也没加打 那就没了 吃了个魔棒还是扛不住 被小狗直接过来挤巴掌挠掉 小狗的出装 小狗没有打算做天堂 他打算是直接相位避张 然后做安灭 不做天堂 TS已经有了雪晶石 下一个装备做飞鞋 陶西的装备呢 则是相位鞋加挑战 然后做一仗的一个路线 减甲流要抢鸟对面吗 这块TS假装撕裂大地 紫毛身上呢 是省了一个刮沙 决定用一个一画头的 是这些破坏在Dyer's top tower? 是这些破坏在Dyer's top tower? 三三的兽王是打法是两的 是他先轻野的 这边海民发现了对手的一个老奶 来小精灵带着TS飞过来 撕裂大地吗 没有 直接打招烫掉了 赶到里这个人马差一点 K头成功啊 看看小狗过来也不着急 挠你几二线 挠你几八爪 这个也太单纯了 潮汐现在对方偷了一个技能 然后这边举一下 打不掉啊 这是个潮汐啊 这打不掉啊这个东西 开塔防保投射车 让TS直接飞过来 小狗跟美杜莎谁 谁好打成型了以后 潮汐在上路 还是被对手三个人给集火带走了 成型了以后的美杜莎跟小狗两个人容易出现互刮的情况 互相刮杀 看一下这个海民 海民这个人被饼 躲掉 直接滚野怪 nice 这块小鸡开视野 然后滚野怪的这个操作 虽然已经是职业选手经常见的一个操作了 但是我见一次还是觉得 是真的 脑子是真火 这块中古一塔海民先手再接 漂亮 这边卫饼还是没顶过 海民的这个冰墙位置给的虽然是比较糟啊 但是伤害给到了就行 完成了对对方紫猫的击杀以后 T1现在证明还打不了了 这边TS开始打着街上往前烫 Snaking这里也是没办法 偷了一个TS的大胖两下 没有什么效果 然后小狗跟潮汐两个人已经过来开始魔肉山了 团队经济在17分钟的时候 又是拉开到了4000家 但是小狗跟美杜莎这两个英雄 就是在正常的局打起来 因为我们要考虑的是一个5v5的情况 我们不是考虑1v1 考虑5v5的情况的话 小狗只需要去出一个天堂 他就可以让这个美杜莎非常非常的个影 美杜莎也秒不了对手 潮汐现在手里是有大的小精灵 带着TS飞过来 先杀对方一个电影角色也是可以的 电影角色往反方向跳 给自己的队友拖一个撤退的空间 然后再浪费点对方追杀的时间 Zax这一波操作也算是很不错 看一下海冰带狗 说走就走 蓝量打掉 还是让对手开出来了大招 小狗虽然开启了狂暴 但是并没有什么用 TS赶过来 不过好像有点来不及了 爆发还是稍微低了一点点 爆发如果能再高一点 大概多打个100左右的伤害 美杜莎应该就开不出来这个大了 我们卫士 小鸡开视野 我们卫士里也行 只不过英雄跟小鸡都被打死 刀刀的兽王在上路 还是运营的不错的 现在他的经济跟小狗持平 然后上路的二排也已经推掉了 刚才确实在上路里面运营的是真好 拉奇克手里 目前是只做了一个血精石 加飞鞋 然后就直接去出这个励志双刀 这块拉迪克还是跑不掉 双王那个地方没有来得及 去放出来大招 被海民的一个海上神拳落地以后 又接上了一个血球的滚 再加TS的撕裂大地 然后这块还有一个召唤生物 250块也被对方收掉 A4则是发现了对方这里有好多的野怪 也过来开心的收一波 刚团队经济 要是一波直接拉到6000加 上路的这个二卡 感觉对方也是很有想法 这个一卡就先给你拆了 这个二卡他们也很有想法 讲到了GG现在 他们没有 他们选择是来中路抓人了 小狗呢则是时不时的去一次下路 每次对方把兵线推到下路以后 小狗就回去下路杀一波 所以现在小狗的境界很不错 看看又被对方抓到了 萨克赛的这个地狱角手 你想要被柄没有来得及 被一个兵墙直接带走 小狗在下路单人把对方的紫猫赶走 这已经是第二次出现这种情况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能明显的看出来就是 猫他打过狗你知道吧 小狗手里边的A杖 应该也是差不多了 刚好做出来 我觉得看着这个经济差不多了 刚好做出来 小狗这边打出一个灵地长鞭 飞鞋点金 飞鞋点金在这种逆风局的时候 在家人队友是一个大哥为美术杀的时候 不是不能选 但是这也同时意味着 你有四千多块钱 四千大几的经济 是不提供直接战斗力的 现在精灵TS在正面已经是一个肆无忌惮的一个状态了 因为你的爆发打不掉他 TS其实这场比赛 他应该要考虑去出一下魔抗装 说真的 物理的装备反而他这场比赛并不是很迫切 就是出板甲出这个冰甲这个东西 其实不是很迫切 因为现阶段对方甚至未来很长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对他威胁比较大的伤害其实都是 电人角手这个点 兽王加电人角手这个二人组 对方的物理伤害成型的话比较晚 就算是有兽王的光环加上一些召唤生物 按照召唤生物的伤害和TS的吸血来说的话 也没什么危险 那33这边跑不掉了 直接给上一个电 然后追着大招烫死就行 不需要去抬手放自己的四雷达地 TS出斗篷了 斗篷确实这个东西很廉价 很很很很很 真的是性价比超高的一个东西 但是终于不够啊 这块想要飞上来 但是对方直接把兵线给清了 而且这波因为没有坦防 所以保不住这个兵线 也能看出来狗追不上猫 你看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得到的答案 他就是不一样的 他终于是能打一打远古了 现在装备分身 然后冰野还没有出 23分钟 11,200的美杜杀 这个经济 对于美杜杀而言的话 可以说是有点穷 但是没有说穷到完全不能接受 但是你要是跟对方 16,000经济的TS一对比的话 那确实人比人得带的 对吧 货比货得扔 你这没办法 来比克这块举一件小狗 小狗开狂暴 往前走 已经有魔精了 所以斯雷达底给上去 这块直接带着潮汐 走过来 冰墙结住 潮汐跳刀 站在这个地方最后 顺便A4的一个衣裳口水 然后再加毛鸡收割掉 24分钟团队经济差11,000块 目前TE如果这轮比赛输了的话 他们真的有可能啊 有可能会在第一届major里面 我们见不到TE这个队伍 不过这也是个好事 如果TE这个队伍 他发现自己这个状态 这么持续下去问题很大的话 这个队伍会努力去练的 因为TE的这个人员阵容 和他们现在的成绩 应该说 不是说他们突然间 阵容并且做了很大的改变 然后凑到一起 发生了极强的化学反应 这个队伍 勤劳之父 好吧 非常的酬勤的一个队伍 你子猫上完 直接A帐功能 卖穿S 秒掉小狗 海明揪起来了 来了 小狗就关了 隐藏一个大招 掩护一下小狗 开启狂暴 这关北杜莎 开大掩护一下自己的队友 但是没有输出啊 对方可以再接着追着你 你看这个TS就完全不管你那套 你爱开始不开始吧 我就开始大招往你脸上抖 让美朵杀没有大招了的话 这个下路的高地 下一波冰线还比较远 但是上一波冰线的 带来的一个 托打保护消失的这个效果 能够结束 对方开启了一个塔房 但是下一波冰线也到了 可以推啊 这个不推了吗 没有肉山盾 TS的蓝量不是很多 具体选择球转 那现在我会撤一波 但是应该也不会彻底撤回 他们应该还是会继续在这个周围做做事情 美朵杀没大 兽王没大 嗯 他们这边潮汐没有大 稳得稳一波 未尝不可 毕竟游戏时间才26分钟 未尝不可 绝费 绝绝 181 有门 兽王 少许王 有门 BP脑子被爆了 狂练有用吗 狂练的话 它至少是可以 对于当下这个版本的强度 会有更高的敏感性 强弱的敏感度会更高 选手本身 他在 BP这件事情是选手去实战 然后给到反馈 然后教练 以及整个的一个数据分析 它会结合你的反馈 再去决定阵容 狂练冲王决定 开着BP跑 就会被对方一个海征 沉泉弄飞 被人集火带走 看看这个冰甲给到 然后TS里边 死雷大帝应该是来得及 他这个死雷大帝给的钱 他看到对方 这个TP的时候稍微较晚 绕过去以后 这个死雷大帝给太慢了 Ti冠军进不了Major会不会有点 这个也正常吧 因为Ti冠军在拿到冠军以后 然后整个队伍一松懈 成绩一落千丈的这种例子 比比皆是 还真不是 真不是说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 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 对方的一样 是老奶奶开了个炮 老奶奶大招放了呀 那这肉山白给了 对方可以无脑打肉山了 能看得出来 T现在这场比赛打的 已经全队没有任何的沟通了 全队没有任何的沟通了 现在就是 全队都处在一个等输的状态 大家就是你摆烂我也摆烂 然后大家都等着输就完事了 又是抓到了 一巴掌上去 小精灵拿到的人头 接下来就看看 GT这个高地准备怎么上了 对方又是四个人抱团直接出去 准备绕一下 对方单人去刷钱的人 他这个意识还是有的 就是他们去的这个位置 不是白去的 因为有的时候 在对方刚拿完盾 在上高之前 可能对方会有某一个人 他缺一点点的经济 出一个关键装 然后他可能会去到远端刷钱 他们就有机会能抓一下 意识都是对 但是对方没有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就没办法了 兽王周恩生物中路盾兵 下路的兵线呢 也推过去了 但是对方直接是铁了心 正在上路往前应对 根本就不看中路跟下路 就直接强拆了 刚才这波攻攻卖冲 还是表朝狗 潮汐一个大招 直接反打 那这样子 紫猫被秒 潮汐刷新 第二个大 GG了可以 双方选择买活 拉比克也选择了买活 但是正面战场这边 美杜莎的大招开出来以后呢 双方一个大吼住小狗 看到有人能救没有 有人能救没有 对方一拳轮飞 还是没打掉TS 过来接上小狗以后呢 让小狗回回血 海绵又是变成雪球 直接滚过来 秒掉拉比克 美杜莎一个人在正面的心肚 完全不好看 潮汐再给上一发毛鸡 甚至不需要给你脚械 你就已经是一个没有输出的人了 TS这块开始自己的技能 再加上潮汐一口口水过来 直接完成对Skater的击杀 那么还剩下一个兽王 应该是可以G啊 那么双方BO3第二场比赛结束 我是三号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的话 别忘了收藏内容的频道 那么GG2比0战胜了T以后 锁定了一个进入到Major的席位 让我们稍着休息 然后一会儿给大家带来 今天的最后一轮比赛 对战的双方是著名的秘密和尼格玛 两支战队 看看这两支战队 哪个队伍可以最终 暂时脱离降级区 暂时脱离降级区 好了 我们稍着休息 下场比赛见 萌萌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